哈喽,大家好啊,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去村子里逛逛吧 看看村子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毕竟一直待在家里可没有意思 等等,旁边种的胡萝卜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就算我们挖一些,应该也没有人发现吧 那就这么干吧,不挖多了,随便挖一些尝尝味道就好了 这几个应该够吃了 你在干啥? 嗯,被发现了 你为什么在我的菜地里拿着我的胡萝卜 这都被发现了,我运气也太差了吧 还给你,下次再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胡萝卜没有偷到,我们还是回去钓鱼吧 钓鱼也是很有意思的 看看今天能钓到多少条鱼吧 嗯,我的旁边好像有一张地图 这是谁放在这里的 先拿上吧 说不定是一张藏宝图 只要我们按照藏宝图标志的位置移动 就能找到非常多的财宝 让我们赶紧试一下吧 当然,这种好事,我是不会忘记我的好兄弟的 他应该在家里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捡到一张藏宝图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寻宝啊? 地上怎么可能会捡到藏宝图啊? 我才不去呢,你自己去吧 那个藏宝图,肯定是假的 他既然不相信我 那我就只有证明给他看了 我们直接去寻找宝藏吧 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竟然睡着了 这个藏宝图,我找了一整天 实在是太累了 算了,不要管了 我们还是先回到帐篷里睡觉吧 等到明天我们再继续寻宝 没办法,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这里竟然来了一个人类 还真是稀奇啊 好久都没有看到过了 我们把他给抓回去吧 我的头怎么这么痛啊 嗯,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牢笼的样子 难道我被人给抓起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外面有好多的小人啊 难道就是他们把我给抓起来的 而且外面还有钻石 他们把我抓起来 竟然没有拿掉我的稿子 那我现在要想逃出去 就很简单了呀 那个人类应该醒来了吧 去牢笼里看看吧 什么情况 那个人类呢 怎么不见了 牢笼里出现了一条通道 难道他是挖洞离开的 气死我了 竟然忘记把他身上的东西给拿走了 昨天还真是刺激啊 幸好我聪明逃出来了 要不然只怕死定了 那今天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之前那张长宝图已经弄丢了 嗯 那来了好多人 这个餐厅不错 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吧 嗯嗯 我也同意 这种地方才符合我的气质 不错 那就决定在这里了 我们进去吧 跟上跟上 来了 哦 前面那个穷逼 你想干嘛 这里可不是没钱的人吃得起的 还敢小瞧我 让我看看他们会吃些什么东西吧 怎么样 这单生意 可是能赚不少的钱 但是我一个人吃不下 所以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如果真的跟你说的一样 那我就投资了 既然两位老哥都选择投资 那我也投资吧 原来是在里面商量生意 这些有钱人就是出发 这个店里的食物可是非常贵的 在这里等等吧 到晚上了 都出来透透气吧 他们三个都已经出来了 趁这个机会赶紧进去吧 桌子上面的食物 他们都没怎么碰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吃了吧 毕竟这么贵的食物 可不能浪费了 后面好像有声音 你胆子挺大的 我的天哪 那个保安实在是太暴力了 不就是吃了点东西吗 没钱实在是太可悲了 我们进去重新吃一顿吧 气死我了 又被这些有钱人给嘲讽了 我得报仇才行 这里的三台车 好像都是他们的吧 我好像有主意了 把他们的车拆了卖钱吧 肯定能让我赚到不少的钱的 这台车让我赚到了钻石 第二台车让我赚到了黄金 最后一台车 让我赚到了绿宝石 发财了呀 嘿嘿嘿 已经很晚了呀 该回去睡觉了 什么情况 我们的车呢 怎么都变成了一些零件啊 我叫你们嚣张 走了走了 回家了 再见 再见 by bwd6